贵女 对面呢 什么人啊 东北民主联军 无速力冲险队 我们是松府自治区 来来来来 怎么回事 里面是民主院军 他们朝着日本人的后路 民主院军 里面人听着 我是松浦城警卫司令秦布云 今天 咱们都是为一件事来的 那就是消灭小匪的特务队 要为了一件事那就好 咱们两家还过不过招了 不不不不必了 走 撤 战场留给你们打扫了 我们吃了 走 走 干什么样子 行了 给我打扫战场 仔细搜查洞内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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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 慢点吃 慢点吃 你们掌柜的 怎么给你饿成这样啊 他不饿的时候 他才不会给你饭吃呢 真到了 吃饭的时候 那叫一个惊喜 跟吃猫神似的 你都不好意思下筷子 我问你 为什么不打扫战场 我是为了掩护身份 可是你们已经暴露了呀 东北民主联军 乌苏里特遣队 你们已经把番号 喊出去了呀 那是为了震慑他们 不是他们 是敌人 除了秦步云 白旗山是不是也在 对 在里面 你敢露头 他肯定打死你 我问你 你们一共消灭了多少日本人 我粗算了一下啊 十来个人 两请机关枪 十来个 是十一二个还是十五六个 你不能什么事都这么似是而非的呀 战前不请示 战后战果不明 你不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呀 我没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我这不是彻底地执行你的命令了吗 消灭日本特工 保护乌德尔 不就这些吗 吃饭吃饭 我吃不下 虽然这帮日本特工被消灭了 但是乌德尔还是不安全 白旗山 秦步云 天步杀 他们都还在 而且我们只有三十来个人 天步杀就有一百人 秦步云和白旗山 他们有三百多人 是 现在的局势是敌强我弱 我们得加强防卫啊 是啊 以免与他们正面冲突 这事情啊 没你想得那么复杂 没那么可怕 他们为什么不敢动我们 证明我们的身后 有强大的后盾 知道吗 夏丰同志 我看你平时太缺乏 把政治学习了 根本不了解东北的局势 我这脑袋天天别裤腰带上 我哪有工夫学习政治去 是 向阳连那一战 你作为政委 这场仗打得还是很出色的 及时发现了敌人的隐藏地点 而且一举消灭了他们 到时候我会向上级 汇报这个情况 该加奖加奖 该立功立功 加奖立功就不需要了 给我说两句好话就行了 一看你就是没打过仗 就想听些好听的吧 告诉你 回去写一份作战报告 这也写 当然得写 而且必须写 从制定决策 到作战细节都得写清楚 那怎么写啊 还能怎么写呀 当然是说实话说真话了 不 我讲实话讲真话 就一句话 用最快的时间 最干净的手段 把敌人消灭掉 光说这几句就完了 完了 回去必须写一份 详细的作战报告 以散文的形式写给你 贵人 贵人 不贵人 可以 我贵人 贵人 自己不贵人 甚至是 自己不贵人 怎么没有贵人 这个贵人 三 大哥 听说秦步云的自治军走的是正面 共产党的部队是从后山爬上去的 一下子就掏了他们的老味 可共产党那个姓夏的可是个外来人 他既然能从向阳岭的后山上摸上去 这能耐可不小啊 有能耐的不光是他 他手底下的那帮人 原本就是抗连的队伍 轻车熟路 那还不一摸一个准啊 打今天起 我们不能在小桥那姓夏的 是 如果这姓夏的手上 真有这一票人吗 皇后咱们还真得防着点 我就是奇怪 这一场仗打得有点意思啊 你说秦步云的自治军和夏丰这伙老抗连 能联起手来打一仗 这两家人是怎么商量的呢 这怎么哪儿跟哪儿都搭不上呢 这事啊 我也是刚左摸头 不管是国军共产党 哪怕是咱们黑虎蜂 你说哪一家不恨的小日本哪 谁逮着他们还不得往死里打呀 还有 我不管他是谁 反正我不相信姓白的 但姓夏的会联起手来 只要咱们守住咱们这黑虎蜂 他谁也不敢小看咱们 如果谁要是打咱们黑虎蜂的主意 咱们就把他抓起来 一个一个放血 是 是 是 对不起 对 percent 我去吧 我去吧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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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吧 这么晚了 什么事啊 麻烦你快开看看 怎么啦这是 伤着了 进来吧 报告 进来 站长 我们还是没有联络上白长官 下来 站长 白长官他们会不会 不可能 白崎山是我最优秀的学生 我相信就剩下他一个人 他也能够战斗到最后 那我们要不要再派一支小分队过去 如果白崎山真的被共产党打掉了 我们现在派人过去 也没什么意义了 我估计他们是在战斗中电台被打掉了 我们是不是要派个联络员过去 给他们送一部电台 可以 你马上去办 是 是 秦司令真是爱兵如此啊 秦司令真是爱兵如此啊 我禁不云 也就只能做这些了 是 我就得几百个兄弟 死一个少一个 我 能不靠他们在这里站住脚吗 我 恐怕日后秦司令的日子没那么好过 在松甫城的共党势力是越来越大了 我就知道你来这准备好事 有什么话直说 别逗劝子 秦司令 松甫城的日本特工已经全部被剿灭了 我们面对的就是这群共产党 你的意思 让我帮你打共产党 这不明摆着吗 不消灭他们 松甫城永无你人 要消灭共产党 就你那七八个人 行吗 秦司令这意思 是不打算帮我 你说对了 我没这个打算 现在北满被共产党控制着 你在这个当口让我去打共产党 你是不是傻 秦司令想过没有 当党国把共产党赶出北满 到那个时候 你怎么跟党国交代 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交代 我还考虑什么将来 你不就是想说我交财两只船吗 好 我秦布云就交财两只船了 怎么了 有本事你们国民党打过松花江来 到时候我一定把那个姓夏的给杀了 跟共产党翻脸 可现在不行 北满的共产党有苏俄给他镇摇 势力阵亡 就我那几百兄弟 你让我去挑衅共产党 那我真呈缺心眼了 所以我劝你一句 办好你自己的事 办得了你办 办不了就赶紧撤了 免得夜长梦多 秦司令的意思我听明白了 您是让我撤呀 留下共产党当年的左上边 您是这意思吗 实话告诉你 无论你还是共产党 我都不希望你们在松府地区 给我乱搅和 这恐怕只是您一个人的愿望 不可能是吗 你可以去北城关木财场看看 共产党已经在那儿安营扎寨了 您不会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共产党在哪儿营扎寨 我不知道 我也管不了 但是我只知道 你从天上掉下来的天气 我带你不饱 供你吃供你喝 这你心里应该有数 可现在 你让我去打共产党 我没那个想法 我也没那个胆量 看到证委了吗 我在这院里边找了一圈了 咱没看到人呢 你知道有事啊 没事 我这不是看不到人 他出去了 也该跟我打上招呼吧 我说你是指挥员啊 还是他是指挥员啊 什么事还跟你招呼一声 我这不是担心他的安全吗 秦步云 一大早上请夏政委去打猎 串龙也跟着去了 什么 秦步云 我说你怎么不拦着点呢 这摆明了 这是黄鼠岚给机拜年呢 不行 我去找人 救他回来 你消停会儿吧 没事 你凭什么怎么判断 你忘了 前几天咱们在夏阳岭 跟小鬼子干起来了 碰见秦步云了 犯中途了吗 没有啊 但是这说明不了问题啊 这还不能说明问题 说明他怕了 这秦步云一大早亲自来刑 兵都没带几个 这还不说明问题吗 他秦步云这王八糕子 也有今天啊 这傻子都能看清现在是什么形势 我告诉你啊 政委这次打猎如果打好的话 说不定 就可以兵部学刃地把白旗山给收拾了 好 你说 白旗山 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啊 你总算聪明了一回 对 对 接下来 咱就得留意那小子的一急动了 忙去吧 行 走了 我们一会啊 有什么事叫我 好 秦司令今天找我来不光是打猎吧 我这个人连枪都没摸过呀 夏公子太谦虚了 向阳岭打日本人 那仗打得够漂亮啊 什么呀 好汉做事好汉当 打日本人那是光彩的事情 何必藏着掖着呢 既然秦司令都知道了 那我们就不门着了 我知道的还不止这些 你们的人是不是在 北城关木材厂啊 秦司令的消息很准确啊 别忘了 我是地方部门关 哪有我不知道的事情 说吧 都要什么 我都可以给你们 比如 积养什么 不需要 积养啊 何江军区会定期送给我 何江军区 夏公子啊 我冒昧地问一下 东北民主联军 巫书里特遣队 就是你们吧 是 就是我们 那你一定是特遣队的长官了 长官不敢 队长兼政 你怎么不早说呀 你这不是让我擒不晕 有眼不识泰山吗 夏公子 你们这是完成任务就走 还是 不走了 就在这儿见根据地 根据地啊 好啊 那 我能为你们做点什么呢 秦司令 我能给你个任务 逮捕白旗舟 将国民党这股小谷武装 彻底消灭 消灭 消灭倒是好办 问题是 那消灭完之后呢 服从共产党的领导 准备接受改变 秦司令 又在想自己的出路啊 我可以告诉你 要站在人民这边 当然 如果有什么难言之处的话 想清楚你再来找我 还有 你可以直接去告诉白旗舟 如果他愿意缴械投降 我们欢迎你 如果他们 负于顽抗的话 我们奉陪到底 夏公子 你看 本来我今天约你来打猎的 行行行 这事儿呢 以后咱们有时间细聊 打猎 报告长官 尚未廖运昌前来报到 你是东北人 是 说说你的履历 我是齐齐哈尔人 东北大学役业 一九三一年流亡官内 后参加李陵培训班 培训班毕业以后 在空降部担任美军翻译官 兼情报官 认识白旗山少校吗 认识 但是没有过过事 认识就好 白旗山少校前不久率领一支特别行动小组 空降到了共产党的松府地区 我们已经与他失去联系几天了 这次派你去携带一部电台 迅速地恢复我们与白旗山部的联系 是 你降下去以后有两种可能 第一 找到白旗山 迅速地恢复我们与他的联系 协助他完成任务 第二 白旗山不可能真的被共军见面了 你就地潜伏 迎接我军全面攻占东北 有信心吗 愿为党国效劳 我们在当地有一个情报官 他的公开身份 是满洲国松府警备司令部的参谋 叫萧文斌 你跟他的联络暗号是 天寒地冻 回答 美花盛开 付述一遍 暗号 天寒地冻 回答 梅花盛开 此地是共产党的占领地盘 万事谨慎小心 祝你凯旋 行 长官放心 你去准备一下 明天凌晨 起飞 是 借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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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是从齐齐哈尔过来的 可走到咱野菊坡这条山路上来 那有啥新鲜的 来咱这松府城 有几个不上山上溜达溜达的 可是这 这没去松府城啊 刚才还跟我打听道来着 那你可是遇上神仙了 你说他是胡言之下认真是高兴的 你说他是胡子吧 他也不像呀 就是啊 你们说的是刚才出去那个人吧 说是从齐齐哈尔来的 这 这走到咱野菊坡这条山路上来吧 老乡 天色已晚 路不好走 住一宿吧 我这儿为你好啊 宋府城还远着呢 明早再走吧 丑容 咱们回这儿 谁开枪 我不认识 他往林里跑啊 追 好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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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 啊 走 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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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选择 倘若 轻轻 轻轻 战长 那个奇怪的电台讯号又出现了 可是这一次持续的时间不长 但是仍然很清楚 好 好 我知道了 报告司令 昨天晚上有飞机飞过 并且有人空架 秦司令 这一定是上级派来跟我联络的 这个人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听得了吗 带上几个兄弟进山去找 快去找 是 司令 还是我去吧 我对上次空架的那个地方 比较熟悉 好好好 你去找 去吧 坐 坐 那个 你们把刚才跟我说的事 跟二少爷再说一遍 二少爷 昨天晚上我进山打猎 在山里看见人 看他的穿着像个猎人 但是我一看就知道 他不是咱们这儿 那他去做什么呢 他正往山外走呢 走得很累 不过我也没多想 但是今天早上我又看见他了 他从我们猎人歇脚的小木屋里走出来 他刚出来我就进去了 我进去一看 他把我们放在屋里的猎物 全部都给吃光了 他去哪儿了 走了 不过瞅他那样 是想另外找个树林子 但这次我看清楚了 他腿上有伤走得很慢 你记得他从哪个方向走的了吗 记得 谢谢啊 昨天晚上那个不速之客 一定是从那个飞机上下来的 要是空降的话 降下来一个人有什么用啊 应该像白岐山上次那样 降下来一个小分队才对 不 一个人就有一个人的用处 他很有可能 是派给白岐山他们的一个联络员 叔爷 你记得上次你们偷袭 自治军司令部的时候 摧毁了白岐山的一个电台 没有电台这支小分队 就是废物 你是说 这次空降下来的 是他们的一个暴武员 很有可能 他们跟上级联系不上 那上级肯定给他们再送电台来了 如果我们这个猜测成立的话 那电台一定还在山里 离开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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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 来 还真是不愿意到空降下来的 还真是不愿意到空降下来的 大身人有伤 应该走不远 走 走 驾 驾 你是干什么的 把他带走 走 到那边去看看 走 走 这个从他身上搜出来的 这个家伙 可少见哪 正宗的美国造 好 一看这家伙 就知道你是跟国民党有关系的人 说话呀 耳聋了 大哥 我是西家二人 来这儿就是置办点皮货 办完了就回去 你可真能瞎便 我知道你是干啥的 大哥 你是说书的吧 我 走 老三 他说他是收皮货的 你觉得想吗 我觉得他这身皮货还行 兄弟啊 一看你这双手 就是扛过枪打过仗的 既然兄弟不愿开口 那咱们就帮他松索 他的皮呢 这回他想说都不让他说了 来人 把他带回去 好好收拾收拾 是 是 走 大哥 走 大哥 还说是收皮子的 他 猛谁呢 白副司令 你看 是 跟着走 这像是马蹄样 估计是被人抓走了 看来我们来晚了一步 是啊 真不知道这个人 现在到底在哪儿 这一带离黑狐林很近 我们经常派人在这儿巡山 看来我们来晚了一步 会不会是黑虎风的人 把他带走了 很有可能 男儿 这个人对我实在太重要了 您赶紧回到山里 帮我打探一下吧 好 大当家的 来 那个人收拾得怎么样了 这小子 没两下全让我给整晕过去了 我在他贴身的挂子里 找到这么一张纸 老三 看看 咋了 心上说啥呀 大哥 这个人大有来头啊 所以我们来照顾了 这个人大有来头啊 好